今年的地球一小时活动定为了3月24日晚上8点半 众多明星艺人们也都录制了宣传视频 24日黄子娇出席了环保响应活动 号召大家一起为环保做出努力 当天她也透露自己是一个非常节省资源的人 在家不仅自己努力做到环保 也在督促自己的女朋友梦耿如作呢 我就是一个走到哪儿关到哪儿的人 尤其我家里有的时候会有那个女朋友出入 那她呢有的时候她的性格就是比较随性的 那我是属于好像跟在她后面收拾善后的那一位小管家 我走到哪儿关到哪儿走到哪儿关到哪儿走到哪儿关到哪儿 我不骗你她只要在我家的时候 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帮她关灯 那也不是说她习惯不好 因为她说我等一下还会来厕所啊 你干嘛先帮我关 我说能关一分钟就是一分钟 我觉得我有点被这个活动洗脑 之前黄子娇可是松口吐露婚期 被问到如果婚期撞到这个活动怎么办 黄子娇也是大方表示为了环保让步呢 如果有一天我的婚礼 刚好办在这样子的时间点 我保证关灯 我觉得太酷了 那这两年说过也很快就过去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计划好怎么样办婚礼呢 前两天我们在吃饭 那就在聊说要以什么样的形式 那当然她有一些想象 我觉得女孩子总是比较浪漫一点 她现在说的几个规划 原则上我都否决 因为现实面很麻烦 我想的事情比较理性一点 就聊不下去了 这个话题大概在五分钟之内 我就把它终结了 因为目前没有办法取得共识 现场焦哥也表示 已经收到很多祝福了 让她特别开心呢 来讲有一些人觉得很惊讶了 因为突然间讲这个事情 蛮多人都是说要来参加婚礼 我们也期待焦哥的婚礼了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